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正义师公三小要讨论哪一个电影呢 尤其这个电影刚好又跟时事有做契合 当然是蛮悲伤的一个故事 就是母子情节 那因为常哲雅美这一次首度挑战这样的角色 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意外的 因为以前就是觉得她就是那种浪漫唯美的女主角 竟然这次演一个这么鸡巴的妈妈 而且那个鸡巴呢基本上 这个是列宋记载的真的有这个故事 然后那个事情呢震撼了非常多的日本人 因为会无法理解说这个亲子间关系可以到这么扭曲变态 可以啊 然后整个看完之后呢 我是有点认住 因为我当初了解到这个案子的情节 是一个中国的YouTuber在分析 然后这个老人家被杀死之后呢 很快就抓到这个孙子了 然后那个孙子呢就非常的义正词言说 对就是我干的我不得不做 因为呢我只剩下唯一的功能就是爱我妈妈 所以如果我不满足我妈妈呢 我还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她还是选择捍卫妈妈耶 那最后呢其实到法庭上法官就说 你如果今天不把妈妈教唆你这件事情说出来 你判15年喔 如果你愿意说出来你只要判5年喔 你现在还那么年轻喔 她选择还是不说 真的到现在她还在关喔 她就选择不说 因为那个案子刚刚发生没几年嘛 整个看完之后我觉得一定要讨论 没想到过不到一年电影上映了 我说哇靠近了还有真的有人 愿意接这种戏 然后还有导演愿意把它拍出来耶 真让我目瞪口呆 然后再加上他选了几个角色一时之选 因为扮演儿子的那个 也是被称作怪物演员啦 因为年纪还很轻嘛才14岁 那那个弟弟当年也有看到那则新闻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日本因为这个衰退的十年喔 人际关系整个都超扭曲的 然后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发生 所以正义是看完之后应该也蛮多感触啦 刚好前阵子又发生个单亲妈妈杀死两个孩子的事件 然后就有一个知名的演艺人员就开始对这东西大名大放 那针对这方面呢 路卡也跟我不一样的见解 路卡也可以一起加入讨论 好我们现在的谈之物片叫母子情节 在Netflix上面已经上映了一个多月了 希望有听到这一集的朋友们可以去把它找出来看 看完之后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好,正义是你看完的感想如何? 我想一般人看了会觉得这个电影的题材不胜讨喜 而且看完还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不对? 对 你 我就觉得我只能不走 他中间可以走的 对,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不走? 我们先回到那个 他是担心他妹妹吗?还是怎么样? 当然不是啊 我们先回到那个 那个 就是这个导演他刻画的这个女主角 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我想距离实际的状况应该不会差在于 2014年才发生的事情 那个案子本身叫穿口高龄夫妇杀害事件 好 就是这个女主角嘛 她这个 她本身就有病 她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你看她长期的第一个工作状况不稳定 对不对 那从小当然功课不好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她的工作状况是不稳定的 然后跟家人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 而且没有钱的时候就是跟一直跟家人一直就是 勒索 讲好听是借钱 讲不好听就是 反正能骗就骗嘛 对不对? 对 好 而且就是当她的碰到的一些困境 她就会全部推到是旁边的人 好当然如果在家人面前她就觉得都是家人害她的 对不对?有这一段蛮记得吗? 有 好 所以这个女主角本身 或是说当年这个社会新闻的女主角 她事实上本身的精神状况就有问题 当然她不是那种精神病 她是所谓的 反社会吗? 她其实有点反社会的倾向 可是她的反社会 一般人不容易察觉 但是她的反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她影响她儿子那个部分 事实上是她的反社会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我们先回到就是 她本身就是她有一些人格急患 人格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人格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人格的分类 她比较属于这种B型人格 那B型人格 就是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边缘性人格 或是反社会人格 事实上都是属于这个领域的 就是我们在疾病的分类就是在这边 就是放在这边 那这种人当然她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好好的相处 人家跟他相处也会相当的痛苦 好 所以女主角她本身就是有精神的状况 那刚才麦嫂一直在讲 就是说我们其实看戏 看这部戏我们看到最难过的是 明明那个她的儿子是有机会 而且她儿子本质是很好的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她儿子本质是善良的 但是她有机会 就是拖 有机会就是从这个 驶向地狱的列车 她有机会跳车的时候 她坚决不跳 她还是跟着做 为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看到一半 她是施德格尔摩吗 当然不是施德格尔摩 那是应该怎么样 为什么她要去同情她妈妈 我觉得不能用同情 因为她妈妈 裡面有一讲很多 重复一句话 就是这是我的小孩 有没有 我要怎么样 就是第一个你不能碰她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你不能跟她接触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如果像那个社工啊 如果跟她私底下接触 她妈妈就会情绪开始驾驾 就是她会觉得你不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碰我的东西 所以她把儿子视为是她的东西 她的财产 对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或者生命 所以她想要对她儿子做什么 她都可以做什么 有点像是你之前有讨论过 我们另外一个case 就是那个爸爸杀掉家人 那个一样 就是 为什么这些妈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都会缩死小孩去做 不然就是自己亲自对孩子做 那么残忍的事 你看现在最近才有一个妈妈 把女儿抓去关起来 软禁 然后那个小孩就十几年 没有接触社会 但是 OK 好 如果我们说就是她把小孩 视为她的附属品 或是她的所有物 我们在解释这一些现象的时候 就可以讲得通 但是 我这边要 就是我们 当我们要去了解 为什么这个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有机会跳车 然后她死都不跳 而且最后还 就是她有机会就是获得一个比较短的刑期 获判一个比较短的刑期 那她也就是 还有拒绝 对 拒绝把妈妈供出来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好 里面其实她里面她有泄漏答案 就是说 事实上 她妈妈一直在灌输 她 就是 她妈妈跟她是一体的 她们是生命共同的 我们在讲简单一点 叫做Codependent 她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就是说 妈妈如果 过不好 或是妈妈死了 你也活不下去 所以对她而言 就是妈妈至少要过得好 妈妈活得下去 我才活得下去 在政治学上面 我们那个叫NP四重 类似像那样 对不对 因为心理学很不一样的名词 是 我们叫相互依存 就是Codependent 对 就是 我一定要对方活下去 或对方活得好 我才活得下去 所以你看一下 妈妈叫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而且她完全 不会去拒绝 对不对 虽然她的本质 是好的 因为后来实际上案例就是 那小孩子被杜绝 跟外界接触 所以她没有判断能力 对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然后阿公阿嬤呢 也不停的霸凌她 说你得牌症 什么妈生什么小孩 所以也没有跟她有正向互动 要不然其实真的阿公阿嬤 可以把她留下来的 就孙自己娶嘛 隔代教养一堆 你妈妈滚就好了 可是 可是这里面其实很重要 孙子也不爱父母 但是很重要就是 我觉得至少导演把那个精神派出来 就是说 小孩有机会 就是脱离她妈妈的时候 小孩都是不走的 对 小孩都是坚持留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odependent 她跟她妈妈是一个生命个体 是她妈妈从小灌输给她的观念 就是我们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彼此 独立生活 其实一直给她灌输这个东西 所以她接受这个大前提 这个就是在她 我会觉得在潜意识里面 就是她最核心的东西 她接受这个核心以后 她后面的那些判断能力 其实都消失了 都丧失了 对 所以她全部就跟着这个走 所以她会去犯那种案子 你不足为奇 她会觉得 你本质是这么好 你怎么可能这样杀两个人 然后你就是 好像 就是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而且你觉得就是应该的 对她而言 当然她不会说完全没有感觉 可是她觉得她非做不可 对不对 她说我已经答应了 都已经来这里 我就是会干 为什么 因为她妈妈要她做 然后她们是生命共同体 好 那如果今天我们接触到这样的案子 无论是自己接触 或是说 你看到媒体上面的一些报道 你该怎么样去评断 或者说你怎么自处 我觉得就是社工在早期介入的时候 他如果观察的够深入 他了解的够深入 手段要强硬一点 那时候就要强行的介入 然后把那个小孩 接走 对就是妈妈基本上就不适合养小孩 所以她的妹妹跟就是哥哥 就是那时候就是要把她从 强制隔离 对强制隔离 而且这个 这是妈妈本身要去接受治疗 这是要强制的接受治疗 因为我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 前天那个金阿尼事件 你知道金阿尼吗 这个京都动漫不是被人家放火烧吗 有听到 那个嫌犯 他就是讲类似的话 他说我的个资还有我的智慧财产 长期被金阿尼侵犯 什么点点 所以我一定要烧死几个再说 然后就是那个汽油买不够 要不然可以死更多 但他没有忏悔 因为他就是精神病啊 而且他也是长期啃老 所以现在日本这样的问题很多耶 你不处理把他关在家里 他还是会出事啊 所以这中间其实就有点的反社会了 就是说当他 谁把他搞得不爽 反正他做了一些 我们认为就是残绝人寰 金氏亥俗或是天理不容 他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那这个在所谓的反社会人格 异常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诊断标准 所以我说 常哲亚美在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事实上他本身有一些反社会的倾向 而且他又遇到那个牛郎男朋友是众人 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其实都有 那他最主要是女主角 他需求那个牛郎的男主角嘛 即使他会不爽就是会 也是会去踹他打他骂他 可是这种 我觉得这种 如果这两个有所谓的这种病态性的依附 就是女主角跟那个牛郎 还有就是他的儿子 然后跟女主角 他们是互相的病态性的这种 Codependent或是病态性的相互依赖 好那因为其实这个男主角也是选的很好了 阿布征夫 因为他前一部作品叫做 他不知道那些鸟的名字 也是看他会整个快要精神病发生 我虽然没有病 但是会觉得看他好心痛喔 就是其实日本这个扭曲的社会现象 把它拍成电影的非常的多 因为前阵子 也是啦 我当然很敢配说他愿意下乡 去关注那种青少年的一些相关的教育问题 但是他发表评论就外界那么多人在骂他 而且是骂的居多 标扬的 包奖的不多 我觉得 所有的案件大家都可以评断 但是在评断的时候是不是 就是要有一些分寸 跟一些美角 才不会过度于 个人跳进去好像就拔不出来 因为很多人说他就是 戏子上升都还没有下戏 他以为他还是卸案针 他还觉得他可以怎样点点点 但我觉得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骂他 那当然很多可能当下就说 那你那案子刚判下来 你就开始骂那个法官脑残什么的 你凭什么 对啦他那一点是不对啦 因为真的 法官难为很多人其实是不懂法律 就开始骂你这恐龙啦 其实 你对案子又了解多少 然后就开始去骂周遭的人 就说 你那个单亲妈妈 你前夫是死的是不是啊 那你怎样 大哥大嫂子怎样吃晒 为什么你那时候不介入 什么点点点 不了解的 然后后来还有人写信 有没有 就说那个妈妈其实都是 盲目追求爱情 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死活 什么 每个人都各吹一把号 那我觉得针对这样子的现象 因为有可能会去伤到无辜的人 那这一次还是路卡 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观点 提供给听众朋友的 我想所有的情绪都来自于自己啊 那你会碰到一些 事件 社会事件 或者是人跟人的互动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那些部分 我觉得一开始你要先回到自己 就是你 触发你那个不错的点那是什么 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跟别人无关 对对这个是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 这让我最不错的是 是什么 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那个其实都不足为外人到尾 除非你有办法从头到尾 就是非常 就是详细而且继续迷移的去了解 你才会知道 这个一定有一些触发点 好 然后导致了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 好 那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瞎子摸像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 美松也掉 好 在那边 对着天空妈妈 好 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最近接了一个case 就是类似这样子 那个妈妈呢 要选择离婚 然后说孩子都给前夫了啦 我不要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未婚妈妈 已经有个孩子三岁多 又再去嫁给这个第二任 他第一任没有结婚 然后呢 他就一直觉得 哥哥搭 就是第二任丈夫呢 虐待不是亲生的那个大儿子 然后后来就是听一听 其实是适当管教 他没有体罚欸 点着就作业没写 骂个两句 罚站一下就这样而已 站也没有站很久 也不是站一整天 五分钟十分钟 他就觉得 你凭什么对他不是女生的 你就这样弄他 我什么 哇把那个整个对话讲给我听 我就傻眼 我说 这还好吧 他说你有沒有搞错啊 连我都被骂 你就没当过妈 你不知道 这样教养是不对的 然后就变成第二任婚姻 就是他这样子 就是 就是你可能自己没有经历过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分寸在哪边吧 就是 不只为外人道嘛 他实际的状况 我并不了解 但我也觉得他对小孩 一定有那个 他第一跟第一任生的小孩 他自己一定有很深的罪恶感 或者是亏欠感 非常的 所以他 只要他觉得他小孩 稍微受到一点 责罚 然后他那个亏欠感 就会浮出来 然后他就 就是说我们在理智线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连得比较好的时候 他就会 好像就是 一味的就是要捍卫 他那个 跟第一任生的小孩 你知道后来我怎么选择吗 我选择他去跟 即将来变前夫的那个好好谈 我说就算离婚了 探视权什么都还是要讲好 我不希望你们两个翻脸 因为在怎么样最小的小孩 女儿才三岁 儿子也才四岁 然后呢大儿子已经七岁了 我说那三个孩子都在看妈妈怎么做人啊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他对于第一任 他的感觉或是感情 他一定有一个比较深的愧疚感 或是亏欠感 因为已经往生了 就是这一点再讲 就是那时候他孩子在肚子里面变遗父子了 所以就没有入家门 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 他后来跟第二任生的小孩那样子 就是比较理智的去对待 对那这个就很多心结要解 好来Luka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 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习惯是 没有在第一时间做评论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在第一时间 就马上跳下去 他就是那种让子弹飞的 对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隋唐会被骂 那是因为他在 判决书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或是说整体情势并不明朗 他并不明白 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子判的时候 他就第一时间先做了评论 那 但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觉得任何的讨论都是一种补充意见 就是说法官做出判决 他已经表达他的意见 他就觉得说应该看死 那隋唐他作为一个旁观者 一个关心这个母亲权益的一个老百姓 那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那可能他是公众人物 所以可以激起比较多的这个关注 他也补充了他的意见 他觉得不应该判死 大家应该去看这个母亲的困境 那他提出来之后呢 又有人就是可能是 比较接近当事人的人 又提出补充看法 说其实这个妈妈 她并不是真的已经到绝境了 她可能其实还有一些可以挽回的 在生命中并不是毫无机会的 但是他最后还是这样子选择 那又有人补充一些意见 是说我们到底对于母子这件事情的期待 想像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个人的东西 放在这个案例里头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于一个事件 任何的讨论都是一种补充意见 我会觉得说 只要他是提出不同的观点 我们就可以去看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 未来如果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 在做什么 对我们可以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不同的观点下去看 我是比较属于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论是隋唐的意见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骂他或什么的 我都比较在乎的是 能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 这件事 你看像刚刚正义师讲的那个话 我们那个电影里面 常哲也还没怎么说 这是我的孩子 要怎么养是我的权利 这句话一说 很多人就退烧了 他就对了 那是你的孩子 很多人就这样 那我不是那样的人吗 我是天性鸡婆 你讲什么话 法律什么 我可以搬一堆条文出来 骂那个妈妈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的 对 因为大哥大嫂 针对那个后来有发言 因为他被霸凌 到一个不行 我该给就给了 是 他不声不想搬走而已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你要我怎样 事情没有发生 三天就发生了 那女主角会讲这句话 就代表她本身的状态有问题 对她才会讲这种话 对 那很多那种操控性很强的那个 父母 就是把小孩当做他的 就是 附属物 或是延伸 那就是 小孩就是相对于 就是其他人来讲 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很多操控 操控欲很强的 事实上他内在都有很深的不安 那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事实上是有状况 所以他才会讲这句话 那你对有一个状况的人 你生气干嘛 他需要的是帮助 或者是 你赶快做适度的处理 而不是对他生气 因为对他生气没有用 因为其实 像这样子的妈妈 我讲的是电影里面的 我不讲个案 再给他更多的钱都没有用 因为他其实可以说 那你就自己走 孩子我养 不是啊 孩子是他练材的工具 他怎么不带孩子走呢 没有所以这时候 我就 我们这时候就是 我们的法律就要介入 对啊 你后面的悲剧 我们一直在讨论 就是说 下次碰到这种类似的状况 我们怎样可以预防 像你碰到有这样状况的妈妈 你这时候就要介入 你的社工要强行的介入 把妈妈送去庇护所 孩子去学校读书 对 就是让他们隔离 有个关户中心 就是要让他隔离 因为这样的 妈妈带出来的小孩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我一定要强调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 针对这样的案子是可以处理的 只是当下有没有人去举报这件事 嗯 如果在你的眼皮底下发生 大家认为 那就是小孩感觉 眼不见为尽 糟糕 真的 那个到时候就心火燎原了 对 或者是说 这样的小孩有一天 就是他来伤害 是你身边的人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因为Luca也有看了一个影集 那个就是Mindhunter 里面的Edmond Kemper 他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连续杀人犯 他杀了六个女人 但是最主要的症结点 是妈妈从小领虐她 最后第六个就是妈妈 杀了妈妈后面就不犯案了 他自己自首哦 因为他长得太像爸爸了 然后又高又大的 妈妈恨爸爸 就一恨到儿子身上不停的领虐他 所以长大就变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真心爱孩子吗? 问号 或是说你遇到这样的案子 你怎么救那个孩子 甚至于救救你自己 因为这样的影皮底下发生 相信大家一定很自责嘛 我们前面有探讨过正洁的同学 一定很自责 那现在这个单亲妈妈的大哥大嫂前夫 一定有超自责的 那我们在旁边画秀一郎 我们要怎么样 自我疗愈还是教育周遭的人 我讲说那个 就是 后来不是有人爆料说 这个 我在讲的是那个案例 就是那个判死的那个案例 他就讲说 那个妈妈 她后来就是变成整天都在睡觉 然后不想要去上班 不想要工作 对 然后我看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人可能是有一点忧郁症的症状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看到她这样子表现 有意识到说可能是怎么样 然后建议她去就医 或者是怎么样去介入 可能事情会比较好 但是在那个叙述里头 她就把她当成是她 好像无心养小孩 无心工作 无心振作的一个证据 所以我会觉得说 欸其实 真的是 不太一样 这可以上诉吗 可以啊 她一审而已啊 一定会走完 对啊 而且是自动上诉 你当成没有上诉 因为她是判死的 一定自动上诉 我 就是 刚才Luca讲的很好 就是说 大家都会有一些既定的概念 就是说 都在睡觉啊 然后不去工作 就是懒惰啊 或是这个人就是 本身本性 就是比较不好 那事实上有可能 她真的是 精神有状况 所以 如果要帮她 上诉的 辩护律师 我的建议是 如果有机会 要去 可以去做一些 精神鉴定 看一下 她的精神是不是有状况 一审就有了啦 但法官没有踩啊 所以有时候 这是法官的自由行政 法官的问题 对 所以二审看 法官愿不愿意采用 但是因为其实 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废死化了 那如果这个案子又判死 那当然会洞见观瞻啊 那希望说二审法官有智慧的 好好判断这个案件 那当然是无奈的 当然最可怜是那两个孩子啦 好 那这集有点悲伤 但是我还是要跟天窗朋友们说 其实这社会还是有这些机制跟法令的 然后当下如果你有觉得任何可疑之处的话 你可以举报主管机关来调查都可以 因为最后其实是在汽车旅馆 那汽车旅馆 而且不只住了一天 那你看一个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 最后状况你怎么没有多关心多问一下呢 那有可能这妈妈带两个孩子又跑 但至少多一个鸡婆的人有可能就会少一件悲惨的事嘛 那希望我们听到这集的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多多分享 你生活周遭或是有些相关的看法 然后我们都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 大家看起来都是一件悲伤的样子 我们连路三集 所以大家应该不是悲伤 是有一点累 疲倦 但是很感动啦 曾医师今天陪我们录了这么久 好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 我是麦嫂 我是曾医师 我是路卡 下次见 拜拜 真的是 如果您又互联系 我们在里面呢 优优独播剧场